大家好,我是大胖兔 欢迎您来到英国大胖兔兄的频道 今天呢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想看看英国的物价 我就跑到大型超市来了 我好吧 再说昨天呢 我从Costco没买到那个Cleanfield 今天到大超市来买 这停车场都满了 我也不能拍人家车牌 所以咱们走吧 去Morrison去购物 看看他们卖什么 还有他的物价情况 我怀疑我要是拍这个物价呢 我得拍100集 我现在是停下来 我车锁了没 我去看一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 这些就好像新盖的这些apartment 这个呢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城市 你看 他这是 我待会要去这个地方 咱们一起购物 OK 我先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的情况 像这个吧 这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Harvest 有各个连锁店 然后travel log 后面这个travel log呢 是一个旅馆 在英国比较有名 还有那个蓝色的月亮也比较有 再一个呢 我们再介绍这边 这边这个mimosa呢 就是又做什么印度餐 中国餐 泰国餐 我去吃过 我觉得很一般 一般一个餐馆 什么餐都做的情况下呢 往往就是什么都做不好 OK 我们再看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吃饭的地方吧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 就是这些地方 在后面呢 还有电影院 我们过去 后面呢 就看就有这个 Sing World Sing World 是英国呢 比较有名的电影院 再一个 再一个就是 VUE VUE 也是一个电影院 这现在下雨 不然我过去 给大家看一下食谱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就是随便吃 交一样钱的这个buffet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还是不看一下 不看了 反正不好吃 现在超市搞活动呢 它就是都贴到这边来 注意就是每个超市 它的物价呢 都略有不同 基本上是一致 这个是论个 像有的超市吧 这个buttonut squash 就叫论金城 这个是论个 还有茄子是50p一个 这个呢 就是我white 白色的cubbage 50p 这边就是一些 防冻液两磅 这个时候买是最好的 因为冬天过去以后呢 都打折了 这么一种情况 OK 然后这边呢 就是有一些 过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什么东西 我看看 哦 它这边有大型超市的地方呢 还有就让孩子们 过去吃是免费的 小孩吃不多 大人呢 你看就是四磅五 可以去吃 这些是一些木头 就是有一些烧 这些chimney烧 烧烟囱的这些人 买这些木头 这些logs也是一样的 你看大于五磅多 这么一大盒是烧炭的 四磅九六 这么一大些大木头 OK 但是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OK 现在来到这个 mear deer的这个counter 你看就是各种各样的 三明治 买明天的午饭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这个可以直接插上去喝的 你看它就是 我买了一个这个饮料 一般这个都挺贵的 你看它就是coconut water mear deer 你必须它在mear deer 里面才能买 其实比较划算的 就买了这些 我一般呢 是买这个的时候多一些 但是今天呢 买了这个 感觉到比较划算 有一个人在这要买 我让路 可以把这样 现在呢 因为east快到了 这家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叫hot cross buns 这个还是挺好吃的 75P这么四个 它是一个seasonal 你就是把它割开以后呢 放上黄油 放在那个toast里去eat toast 挺好吃的抹上一点 这就是一些水果 水果之类的 我们慢慢买 然后呢 来到这个Peter这个counter呢 你看现在它就减价了 现在变成了一磅九九 原价两磅六五 这就是我那天晚上吃的这个 里面有chicken pepper 这个有onings 三磅七 两个人吃已经是足够的了 它这边呢 就是有人呢 会给你现做 我就不拍它的脸了 美女说我可以拍 就这么现做 topped up是这个样子 我们借超市呢给我感觉种类真是非常的少 你就像这些wedge吧 一般就是pasnip 这个是pasnip比较好吃 炖这个steau啊 或者是rose chicken的时候放进去吃一些 然后就是这些peas呢比较多 一般呢也就一磅钱 然后呢asparagus呢 差不多也就是两磅 两磅一磅五的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asparagus就算是比较贵的蔬菜了 然后这个呢也比较好吃 这个呢是和那个broccoli不太相同 给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玉米也挺多 开车来到半个小时 比较大的超市才能买到这种 这里有一个就军队 尼泊尔人很多 所以他就买这种的蔬菜 要是在我住的那个镇上 这种的don't scam就买不到 我就开车半个小时 专门来这给大家看看卖什么 这个kale呢一磅钱 据说就是说detoxy body比较好 然后还有这个蔬菜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我没吃过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sum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不会做我也没吃过 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这边有很多就是亚洲人 尼泊尔人挺多 芋头大家我知道 这些我们的镇上都没有卖的 然后像个青苹果似的 这是苹果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萝卜呢我认识 萝卜应该是 我不知道多钱 moley叫moley 一磅钱 这个不用撑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好像中国没有卖的吧 是这么一个蔬菜 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呢就要买这个 它叫油菜 其实不是白超 也才一磅钱 我觉得这个超市卖的挺便宜的 然后再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中国叫 Final叫浑香 我用它的叶子去包饺子 但是英国人呢 好像爱吃它的干 就是吃鱼的时候放 我要吃叶子 把叶子还给我 所以还要撑 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东西呢 是真是50匹一个 50匹一个 因为我很少来这个超市 它真是不知道 是论个 有的地方呢就是论金 你要看好 英国超市卖的这些辣椒呢 给我感觉都不辣 这个呢一般都是50匹一磅 不是50匹 这个是一磅 然后这个呢 一磅五它都不是很辣 给我感觉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 Hubs 这个Pasling 是做什么用的 我很少买这个 我一般就是买这个Cariander 72匹这一个 我用它饺子 这也是Pasling Cariander上哪去了 在这 一磅五的这个Cariander 我用它包饺子似的 下面这个圆筒装的绿色 上去可香呢 一磅三七 这个也是做鱼用的 哇 闻上去好香啊 一般就是这些东西 做这些Hubs 下面这些蒜 在英国一般都是30匹 这么一个 你要买一包的话 这个很大很大的50匹 我还中过它 这么一大包是多少钱 大包 三个是60 两个 是不是两个三个 60匹卖两个 一般就是这些 介绍的呢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两个呢 两磅五 我觉得小女孩呢 吃这么一盒子 可能就饱了 也不贵 有各种各样的flavor 这个就是叫Garlic 蒜和这个草 树 这样子的 还有什么意大利的这种带火腿的 这种感觉的 你要配上一种酱才能吃 就酱呢 就在这边 两个 这两个两种酱 两个 两罐酱呢 就是两磅五 你要买一个呢 就一磅四五 就不同口味的酱 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Cabonaro我特别爱吃 Cabonaro挺好吃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个红色的酱呢 我就没买过了 我就不知道 Tomato和Visor也可以 我一般就是买这个 你就是煮好了 煮上几分钟的 然后把这个酱 和进去 感觉这个酱呢 可以用半盒 就是你买一盒 它呢 用半盒酱差不多 比较爱吃的英国 就是这个蒜做的Garlic Bread 一般来说也就是一磅钱 因为它现在打折了 原价一磅四 尽量买这个样子的 你要是买成这种的吧 因为它两头 这个就不是很好吃 你中间都要割开 所以建议大家 我是比较喜欢买这种包装的 OK 这样子 再一个最好吃的呢 你像每一个店里 都有The Best 或者是Taste the Difference 这种Range呢 一般就是说 做的会比较好吃一些 这个也很好吃 一磅七呢 是这么两个 要放到AV里面去烤 如果人生活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就可以放到 微波炉里转一下 就可以吃了 也是比较方便的 两磅四一盒 三个呢就六磅钱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这是印度的 印度咖喱 这些鸡肉啊 你要别忘记 戳上两个洞 然后再放进去 这些呢也是比较划算的 学生啊 单身党啊 都是比较 比较方便的一个面 英国的这些粥呢 也是做好的 像这个吧 一般也就 你看打个挺多的 原价两磅一 这么一大盒 这是多少克啊 六百克 哇 这么多 这么多才一磅钱 真是挺不错的 这个一个牌子 就Carrots Vegetable 我这个没吃过 我一般买的这个 Carrots和Butternut Square 是这个 再一个呢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像是 这边的 这什么 Vegetable 这个我没吃过 这种的 昨天说的这种鱼了 它比Costco呢 我觉得要便宜 你看四磅钱呢 就能买这么一盒 呃 这个黄色的 这个白色的 你看这里就便宜一些吧 四磅六六 Costco那两个 好像是十二磅多吧 给我感觉 就这些鱼 我觉得 Morrison的鱼 做的是比较不错的 你看这样的鱼 这么一大盒 才四磅五 Costco反而买的 八磅四 对 我看错了 四磅五是一个KG Costco是比较比较贵一些 大约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Smoke Salmon呢 就是特别贵一些的 一般这两个 Smoke Salmon就五磅多 Costco就比较便宜了 买的呢 就是这个 做Sushi用的 做Sushi用的 这个一般就是Smoke Salmon 一般四磅五呀 这是the best 所以才四磅五 其实一般各个超市 都其实都差不多 这些价格 都是这个价格 然后这些 叫什么 大虾呢 大虾你看 一下子这么 这个是龙虾 是三磅五 这个现在打折了 是原价三磅五 现在一磅七五 就算是半折吧 是这样子 不错 挺划算的 省钱达人就要拿它了 这个我是没见过的 它就是把crab 把蟹子里面装上了一些 这些蟹肉装到这里边 OK 这个是我们 我今天拿它 是不是比较划算 哎呀不需要 我昨天买了瞎了 不需要 我不需要 然后这个东西 在中国很便宜 这个东西叫什么 Muscle 很便宜 在这边就两磅 我记得中国这些都是乱 就是很便宜 都乱金程度可便宜呢 然后呢 就是你做Sushi用的 这个调蟹棒 这一磅钱买好多个 上的呢 给大家就是 这是一种苏格兰的一种食物 它叫Huggers 这里边就是有羊肚呀 什么牛肚之类的 还有我发现 我其实比较喜欢吃这个Vegetarian Vegetarian这个style里边 就是用豆子做的 还Glutin free 因为有很多英国人 就对Glutin过敏 这么一包呢 是两磅五三 差不多 这样子 然后看它的sausage呢 一般都是你看这么一大盒 买三大盒是十磅钱 你要买这么一盒的话 就是 让我看看多少钱 我没找到价钱 四磅钱 买一盒是四磅钱 三个呢 你还可以make a match 就是十磅钱 英国人特别爱吃Bacon 像这个Bacon也是 就很popular的 这些Bacon 一般两个三磅钱 就一磅五呢 这么一小盒 你要单独买这么一盒 那大概就是两磅钱的样子 然后这个也比较好吃 像这个要烤箱 要去烤了 烤好长的时间 还有个人感觉 我觉得这种的Bacon 最好吃了 因为这种Bacon 和我刚才看的不太一样 它就属于Dry-cured 叫 我看看叫什么 Bacon Rashes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吃这样 两盒它呢 四磅五 小女孩说这么一盒 能吃 能吃个两三次吧 所以我喜欢吃这种 我觉得刚才 这种的比较细的这种 要比这个要好吃很多 这个就两磅五一盒 它大不就感觉到 烤出来味道不一样 小孩的衣服 一般是多少钱呢 挺便宜 才三磅五 是不是 哇 你看就大体拍一下 这个好看 好软和呀 好软和呀 九磅钱 好软和呀 真是 就是大体就是这些东西 还挺漂亮的 小女孩的衣裳 真好看 你看这个多少钱 三磅钱 它比Next 还有这个Motherland 好像都要便宜很多 超市什么都买 我大人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成为酒 我家里有一瓶白酒 我买了是用它煮鱼烧菜的 我还有那个浙江绍兴酒 所以反正我感觉 这个好像是澳大利亚 画着这个袋鼠的 经常有人买 再一个比较有名的 这些大概都挺有名吧 都比较popular 反正你要喝酒的同学呢 你就知道 我不懂 Martini 8磅5 我感觉这么一大瓶挺便宜的 上面这个挺大挺大的呢 你看它是多少 Proseco就14磅 Proseco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香槟酒啊 然后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Moyt 它比较有名 就是22磅 然后44磅 因为它就 这个什么 这个Moyt就比较有名 它挺大 这是69 这个就比较有名的champing 好像是Proseco和champing 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就好像是 你买cocacola和pepsi吧 我自己感觉是这个样 然后这个就是9磅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超市卖的这个donut 真的好便宜啊 它里面又加这个草莓的 50p买 56个 我要是还有加custard 就是黄色的甜甜的 这个东西 我一般呢 都是买plane 我不喜欢它加这些东西 这些donut 我不大吃 我吃一个都吃不去了 我个人比较倾向 我喜欢吃这个 它就是一个蛋糕 下面有custard 上面有草莓 但我也不买 因为我真的都吃不了 这个吧 就两磅四四 我感觉也很大 感觉只有五六个人 才能吃它 因为我很少吃甜的 一个大兔子 我一般买呢 也就买一个榻 一磅一四 这个是我经常买的 我比较爱吃 这真的就够了 别的这些 我根本就跟你说 我根本就吃不掉 还有这些 没吃过这个 下面比较有名的点心呢 就是这个比较好吃 一磅钱 一磅钱四个 是一磅吧 两磅五 一磅钱买两个 OK 然后呢 就是这些蛋糕了 看上去是挺好 三磅多 三磅八四 这么一个 是比较大呢 它就什么都卖 像靠店啊 七磅钱 给我感觉很便宜 就比较 比较这个 符合平民 价位平好 这个是床套 床套之类的 二十六磅 但是你买这些床套呢 同学们要注意 一定要买 Pure Cotton 垂棉的 而且你要看 它那个 Thread Count 是这个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光不大好 就是200个Thread 你要越高的这个 你像有600支 有几百支 这个就是200支的 给我感觉是这个样 越高的这个Thread 越好 200的呢 是最基本的 然后就是400 600了 那就是最好的 怎么洗都不起求的 下面这些小扑 小扑身呢 就拔棒多呀 之类的 因为我今天是开这半小时 来的大地方 它就什么都卖 这就是一些浴槿啊 浴槿给我感觉 这些都是Pure Cotton 英国卖的都是Pure Cotton 都是很不错 下面这些呢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铺在地上的 给我感觉超市 这个超市是很不错 很便宜 你要像上Mark Spencer 或者是任何大型的 像Sainsbury Vitros都差不多 像Morrisons 英国的Tesco 主要几大超市 基本上都是卖这些东西 只要是越大的超市 它的种类就越多 一般就是这样 这边就是 就是这些叫什么 洗碟用品 洗衣量架子之类的 我昨天去Costco呢 因为没有买到这个Clean Film 所以我就来大店来买 先让这个Lady买完了 我就是自己可以做 懒得做 我跟你大家说 有时候我去香港朋友家 他会做 他做的确实好吃 这些Cake Mix 就是弄好了的 你加上点水 就自己放烤箱里烤 其实我觉得 自己做呢是好吃 但是超市卖的呢也不错 我今天主要来呢 就是买这个Clean Film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叫Baco 这个叫Baco的Clean Film 昨天我去的Costco 居然没有卖的 它有以前卖来着 你看这个就是8磅41 是多少米 我看一下 是250米 Costco昨天 我看的那一大卷呢 400米的是13磅 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好用 所以我今天就专门也是来 一个是网友呢 说要看英国的物价 我真高兴 谢谢你回复我 谢谢你给我留言 我要是说这个物价呢 至少要说100级 因为我太能说了 我要说工作呢 至少要说50级生活 反正我就一点一点录吧 我每天都要出来录一点给大家 然后你就买一个这种盒子 用没了以后呢 再到下面来 我给大家看哈 再到下面来买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这个叫 对是这个 你再买这个叫什么 叫叫 但别扔 因为呢 这个上面 我给大家打开一看 它就是 这不是我打开的 这不知道哪个坏蛋打开的 不要了的 有一个就是 就 怕进一卡 一切的那个锯齿 然后这 这外边这个盒子 你别扔 就留着 然后买那个 看一下英国的冰激凌 因为我没有拍它的水果 夏天我们再拍 现在那水果 那草莓啥的颜色都不对 根都是白的 所以我没拍 夏天我们再去拍哈 它这冰激凌 你看有超市 自己做的这种 这种branded的 这个这个rocket 我没吃过 我一般吃的是这个 嗯 这个东西 我吃的是conetto 你看它自己本身 这个超市也做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是没有这个conetto 这个品牌的好 这conetto 我不喜欢吃这个草莓的 我喜欢吃这个巧克力的 有时候你看 两个三磅 两盒三磅 八个三磅吧 但是买一盒是两磅一磅 但是最好的时候 打折的时候呢 就是一磅钱 OK 还有这些巧克力呢 也做成了冰激凌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sneaker的 但是特别特别甜 我最爱吃的这个solarials 这个叫芒果口味的 有很多英国人呢 他特别爱吃 也许中国朋友也有一样的 他爱吃这个 这个叫什么magnum 但是我感觉这个厚厚的一层巧克力 太甜了 我根本受不了 一盒两磅 你看昨天那个八个是多少钱 和这个打折其实差不多 而且你还不用上costco 一买买那么一大磅 超市打折的时候 你要上网查一下 拿这个便宜从哪买 你看这个哈根达斯的是两磅 然后哈根达斯 还有这种就是成罐的冰激凌 一般不打折的时候 四磅五 打折的时候三磅 甚至两磅五 我还特别爱吃这个 带cookie cookie豆的 这个挺硬 里边还有那种的叫什么 就感觉像是这个 叫cookie 像cookie一样 这边这个cookie豆呢 也比较比较的有名 cookie豆我爱吃 我爱吃的cookie豆是哪一种呢 对 还有下面这个 Kelly's呢 也非常非常好吃 像是这个草莓口味的 这个蛮不错的 然后上面这一个呢 就出现了是 Mint Mint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Minty Flavor的 有这个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 忘了给大家介绍 这个和鹿雪公司 这个Little Twist 它里边是Bug Mini 我特别爱吃 就是感觉呢 没有那么 它没有巧克力 我不喜欢巧克力的 你喜欢巧克力的 你买那个Magnum 还有买刚才我说的这个 上哪去了 这个crunch也挺好吃 就感觉和那个 叫什么东西 Space Rocket 砰砰跳到你这里 这个比较好吃 然后我一般呢 就买Connetto 还有这个Little Twist 这个饭吧 我不爱吃 我感觉冰块太多了 和鹿雪公司 这个Twist 不是很油 就是特别的水果味 特别浓 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吃的 可以买一下 再一个比较有名的 就是这个Candyberry 这个公司 这个也比较好吃 这个99个Flake 是两磅钱 两磅钱买几个呢 两磅钱买四个 是三个 反正你就每种冰淇淋 都试一试 你就知道你喜欢吃哪一种了 下次就记住它的价格 打折的时候 放冰箱里 就是这种大超市呢 你还可以就是买这些Sweets 但是这是比较贵的一种方式 你看不同不同这个Size 这个杯子呢 你把它混合起来 就是一个杯子 大中小号 颜色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从来不从这里买 你买包好的 其实还录了挺多有关酒的Spirits 结果没按那个键 没录好 反正今天就大约逛到这吧 兔某人 谢谢大家 捧场 谢谢收看我的频道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么我们下一次呢 再去购物的时候 我一般宅人就是这样 休息就一般打扫卫生啊 购物做饭 我们再接着说 我至少得说100集 太能说了 OK今天就说到这吧 谢谢捧场了 同胞们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Bye